韓俄國官員握手道別 一旁還有軍樂隊演奏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17號結束訪惡行 啟程返回北韓 金正恩此行有吃又有拿 前一天收到防彈背心 6架無人機當見面禮 算一算金正恩從10號出發 13號會見普清 到轉往共青城海海升危 整趟旅途耗時9天 在俄國6天 是金正恩任內最長的一次出訪 而從他依序參觀東方太空發射場 共青城、逆宗戰機 還有海生威的匕首金因素飛彈等 不難看出金正恩有意用彈藥 換取二國戰機或衛星科技 只是普清會不會全給又是一回事 這次金正恩大爭仗防惡 大陸不願多做評論 可想而知習近平並不想看到 北韓軍力慢慢上升 科技同步關注金正恩後續舉動 由於大陸杭州亞運23號開幕 不排除金正恩將藉此機會 恢復習近平 另有分析認為 普清可能出席10月在北京 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 若金正恩在同一時間綁中 中俄朝三國就能舉行三邊會談 與新聞正合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